天天的比出愛心 王麒麟 李楊 替台灣摘下奧運羽球史上 第一禁 站上去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可思議 真的是我們兩個嘛 然後也是覺得很不可思議吧 是我們兩個做到這件事 光榮回台 林楊佩成為台灣英雄 但走下頒獎台後 他們卻開啟長達兩年的低潮期 頂著金牌光環 接連而來的壓力和期望 也壓著李楊和王麒麟 國際賽事始終難回高峰 有時連四強都爆冷被打出局 更雪上加霜的是兩人還接連受傷 一路的艱辛終於在2023年 日本公開賽一堵怨氣再次奪金 就是 我覺得這冠軍其實那時候覺得很不容易吧 就是我冠軍當下那一吼 我覺得吼出了很多我自己的 就是鬱悶 然後跟一些就是鬱足的氣吧 因為畢竟真的是兩年 兩年真的滿久的 一路墜落谷底再爬上高峰 背後有著兩人滿滿的心酸 但這也是他們的人生縮影 因為光是組成林楊佩 就是一條崎嶇之路 故事要從坐在羽球場邊這位男孩說起 我一開始其實是完全沒有什麼成績的 因為小二到小三的時候就開始圈過前三這樣子 那時候大家叫都是叫他是李子針的哥哥 在眾人口中他是李子針的哥哥 李楊和美美從小就因為父親 時常把兄妹都帶到羽球場上玩耍 而喜歡上了羽球 哥哥四年級的時候就是有參加手球隊 但是因為後來手球的選拔 就是他落敗 因為他手太小了 所以就不適合打手球 對 然後因為這個 因為他選拔失敗之後 然後爸爸就說 那就換打羽球試試看 我就有點高興了 因為這個真是我要的 我說那就算了 因為我看到他有一點失落 有點難過 賽翁失馬 胭脂飛腐 李楊就這麼走上了羽球路 原來一開始他打得並不好 只能當後補球員 偶爾才有機會上場 就是原本從小就沒什麼贏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會習慣 把自己放在比較低的姿態 對 我就我心裡這樣我就爛 沒有 我贏了就是賺到 輸了就正常啊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 到了國中 李楊同班同學都是羽球大將 像是已經打出知名度的球員 王子維 還有後來的搭檔王麒麟 他就是一個很開朗的小孩子 然後他在這個 每次打完以後 他不管是輸贏 基本上他還是笑笑的 我是沒看過王麒麟哭 但是他基本上心裡面 他是很想要能夠再 讓自己打出更好的成果 和李楊一樣 王麒麟從小就喜歡打羽球 在外人眼裡 王麒麟是天才選手 小六就拿下了雙打全國冠軍 王麒麟他的這個發球 就會看不出他要往哪裡發 所以他的穩定性也很高 他很少失誤或犯規 動作小一點 大 壓 尾燕是前澳洲國手 也是王麒麟的父親 為了再陪兒子替他請的四人教練 從國小四年級到高中 他都陪著王麒麟練習 甜粉加上努力 讓王麒麟從小就在 各大國際賽事中穿金帶銀 仍然同時期的李楊 卻始終打不出成績 冠軍在場邊看著同班同學 王麒麟在場上閃閃閃 我覺得那時候也會自我懷疑吧 畢竟很多身邊的同儕都已經身上夾住了 然後可能就是說我們這一組 可能一直都要上不上要下不下 因為在台灣如果你沒身上夾住的話 其實你就沒辦法繼續往下一步走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很徬徨說 啊我是不是真的沒辦法再去打一球了 一路低潮最後連最支持他的父親 都對李楊落下重話 他就就把那我要填什麼這樣 我說讀書去啊哭了回去 他這個眼淚是用飆了 我覺得我先生真的是 是很偉大的一個爸爸 因為誰會陪一個所謂的已經 不行的小孩一路這樣走來拼搏過來 所以我永遠都記得他生甲祖 那一天就是7月28號 然後我們在看球的時候 他如果拿一場球打得好 我們還會跟隔壁的人說 那個就是我兒子 和所有體育人的父母一樣 刀子嘴鬥負心 一邊擔心孩子受傷 又一邊替場上的孩子感到驕傲 李楊一路堅持羽球夢 也進入了何苦羽球隊 或許是老天爺看到這份不服輸的精神 冥冥中關鍵的決定落到了他頭上 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你因為我單腳要就是 站步上好不好 對不對 你剛剛不是就這樣做這樣 李松遠是土營與球隊的總教練 王岐霖就是他旗下的選手 在他安排下 王岐霖和搭檔陳宏林 一同征戰四年多 世界排名最高幾星第四 原本搶劫2020年 東京奧運門票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李松遠卻做了大膽決定 要拿獎牌 他自己也覺得機率不大 所以我們就會跟陳教練 陳宏林教練的時候去做溝通 就是說 以他下來當教練的角色 他也很快 而且很毅然的決定 就是他要退 把這個機會給李宗 李松遠的這部棋震驚與球圈 但是他看上的是李宗 搭配王岐霖的特質 因為岐霖的特點就是後場進攻 所以我們當初在鎖定就是說前場 前場組織球路 或是說你的跟他怎麼去配合的人選 我覺得他這樣的話 這種人格特質 是值得我們去把他找來 我們甚至犧牲的陳宏林 我們都願意 飛撲就球 李洋的堅持和沉穩 是李松遠看守的原因 命運將兩個國中同學搭到一起 意外的起了化學變化 廠商就是互相扶持 然後爭吵也難免嘛 就很像情侶 就是廠商什麼床上 什麼 床頭 床頭 床尾盒在亂講 真是很慘啊 你把他摸子抖起來亂講話 我的媽呀 啊 打打鬧鬧 卻比情侶更有默契 王岐霖活潑 李洋內斂 兩人個性復復 我最喜歡他的自律 也最討厭他的自律 他睡覺時間真的超固定的 你知道嗎 真的固定到 我真的覺得他 有個定時器在他身上 最喜歡還是他 直接吧 我覺得很直接 然後 我覺得他心思也很細膩 命運的安排 讓林洋沛打盡奧運 破天荒的 奪下金牌 當初我們這組的目標就是可以 希望可以一起站上 奧運這個殿堂 然後並且站上頒獎壇 但沒想到可以 鼓勵反彈 然後走到這一步 所以就真的很謝謝 謝謝大家 請問是 勤派宣說的家長嗎 請問 有 有為你的兒子感到光榮嗎 他是我最大的家 我這輩子 武漢 大概如果能夠讓他聽得見的話 而且又簡單而要 那我最想跟他說 我愛你 家人的陪伴和兩人的努力 讓他們在世界羽球史上 寫下人頁 林洋沛傳奇 我是金門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李洋 我是台灣羽球選手 王岐林